這個展覽我想如果大家有常到美術館看展覽的話 會發現它跟一般的展覽長得有一點點不一樣 它的空間比較擁擠 然後真正的所謂的視覺藝術的藝術作品的量 好像比我們現場的檔案文獻還要少很多 十年以來台灣興起一個檔案熱潮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認識我們的歷史認識我們自己 台灣向來在所謂史觀上的研究 比較偏向於所謂類型化的處理 可是到底這些不同的類型它互相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藝術生產的背後的環境、政治、社會的關係又是什麼 70年代發生非常多的大事 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 到了80年代 當然有非常多的所謂年輕的學者從西方學成回到台灣 帶進來很多新的想法 然後再加上當時的整個社會開始鬆動 所以造就了80年代非常特殊的一個環境 那自己也參與非常多當時的不管是電影、戲劇、美術等等的 當時就跟黃建宏老師討論 就是我們到底如何去處理80年代 經過了大概兩年多的這個研究跟資料蒐集之後 我們覺得好像可以把這個研究變成一個展覽 我們覺得那個時候人跟人之間的連結跟合作 其實它是具有高度跨領域的特質的一個狀態 為了要針對這件事情去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從這些報導跟紀錄裡面重新去發現 哪些人跟哪些人一起做了什麼事 然後這些事情又發生在什麼地方 然後它又影響了哪些人 整理出了兩千多個關鍵詞 它就是一個龐大的材料讓我們去 可能等待著我們去理解到底怎麼講台灣80年代的跨領域 檔案其實是連接著藝術家的行動 還有藝術家的創作 它跟社會文化之間的聯繫 2012年的台北雙年展 是Anson Frank冊的 很有系統 而且是幾乎是全球的去搜尋 對於所謂的後殖民 還有對於所謂的歷史批判的一些相關的作品 去進行一種檔案化的呈現 到晚近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慢慢的有一些大型的檔案的展覽 開始推出像黃華城的展覽 然後像那個國美館的共識星叢 然後還有那個同樣在北美館的秘密南方 藝術它跟社會之間 必須進行更多的交流跟溝通 還有建立那一個共感的話 檔案的閱讀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德西達曾經寫過一本書 就叫《檔案熱》 一種佛羅伊德的印象 所有的檔案都在指向一個歸宿 可是所有的檔案為什麼必要 因為那個歸宿已經不在了 我們總是試著從檔案裡面去找到 我們在世界還有在時間裡面 我們到底要在哪裡 然後要往哪裡走 當時我們看到在北美館的這個館看上面 都是以啟蒙80作為一個主標題 但是後來轉化成這個展覽的時候 變成了一個狂80 它其實是一個重建台灣藝術史研究計畫下的一個嘗試 但是事實上藝術史在這個展覽當中 它也是一個被討論被對話的 被嚴肅的檢視的一個對象 當我要談理性的時候 我就從瘋狂開始彈起 然後當我要談機制的時候 我就從機制以外的東西開始彈起 當我今天要談藝術史的時候 我就要談當時什麼東西不被視為藝術史 2003年的時候 其實就曾經啟動過一次 用十年為斷代的系列性的展覽 60年代的那個展覽當中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有檔案的概念出現 那時候其中的這個黃永松的作品 在展出的時候 就用一個復刻的方式 就是2017年的時候 北美館曾經辦過一次大型的這個國際研討會 叫做檔案轉向 兩年前在東京還有首爾 跟新加坡巡迴的一個大型的展覽 就是叫做覺醒 Awakening 他也是用了這個作品還有一些檔案 來看到一個更廣闊的一個東亞的視野 可是其實在這一次我看到 廣八零我們兩位策展的一個操作方式 至少經歷了一年以上的這個馬拉松式的訪談 還有焦點座談 然後呢在匯集史料去介紹史料 這件事情上面讓我們也大開眼界看到很多 從來沒有看過的這種第一手史料 這個對於藝術史的重建來講是非常的難得 那當然這個展覽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是他把社會背景甚至是大眾文化 也納入了以前藝術史當中 high art比較看不到的一個視野 80年代我們雖然有出生 但是地圖裡面的所有的那個 大概我只去過兩間 其他都可能倒光了不然就是變成傳說這樣子 然後這其實這某某種方法反過來 也證明了檔案為什麼那麼重要 就是說他變成讓我們可以重新好像好像回到現場這樣子 其實藝術好像是強調現場性 或者是那個作品存在或當時發生的狀態 那檔案是不是一個刺激的一個呈現 還是他某程度可以把那個周圍的一些線索 拉攏之後才真正可以知道那個現場 那關鍵字詞的設定這個問題 是一個非常文化研究的問題 那個是一個鑰匙 那個鑰匙是讓每個人都可以拿到這個鑰匙 然後通去那裡 所以換言之就是說 沒有在那個在場性活過的人 理論上他應該也可以通過這些關鍵詞 而經歷騙境那個過程 是在1988年的時候 國美館開館它有一個展覽叫做尖端科技藝術展 就是裡面有一個團體叫大杜山錄影藝術群 那他們其實是東海大學美術系當時的一個學生的群體 那他們就是受到羅明德老師的影響 他們那時候其實在開會紀錄裡面 手寫了一個筆記叫聲音雕塑 其實羅明德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他就是有一次請大家去錄自己生活中的聲音 去放出來 那時候聯名人就是錄他上廁所那個沖馬桶的聲音 可能他那時候上課大概1986年左右 可能大二的時候 那時候在一個所謂美術系的學院裡面 然後上課去放一個沖馬桶的聲音 這個其實在我大學都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就有一件作品滿有趣的也是聯名人 他跟綠色小組合作就是有一些遊行啊 或者是一些政府抗爭的畫面在裡面 那在開展的第一天 開展第一天 那時候省政府主席叫邱創煥 然後他就看完之後 就說這件作品要撤掉 對那我覺得在過去的那個時代裡面 確實我們會在 包含說在這一次展覽裡面 也看到這種處境的問題 會讓我們去理解 就以我這一個所謂我們80後出生的人來說 我們去理解那個對我們而言有點距離的 這個戒嚴解嚴的這件事情上面 那時候沒有手機也沒有網路對不對 那要怎麼聯絡 就只有三種方式啊 一種是打電話 另外一種是寫信 用筆跟紙然後貼郵票都要寄到郵桶這樣 那另外一種方式是什麼 我就直接去了他家門口按門鈴 看他在不在家 新的潮流的知識 任何一本書都是用影印的 可是呢縱使是如此 我們得到這本影印了20次以後的書 都還是覺得會如獲自保 今天我們重新再去做這樣的展覽 或是回到80年代 其實是用當代的觀點重新去看 那到底當時的這個歷史性 到底他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他裡面希望創造一個比較多元的文化的思考 那這個所謂多元文化思考是 每一個人來看 不管你有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 你都可以用自己的觀點重新去建構自己的歷史 這次這個展覽有一個蠻特別的部分就是 他的展覽的方法本身也是一種語言 我們在在地全球化身分認同的 一進來就是用即時攝影的方式呈現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到現在都還很活躍 或者很有名的攝影師 可是我們刻意的在有一面牆上放的是 郎靖山的攝影作品 可是這樣的作品跟即時攝影同時放在一起的時候 他的美學的價值同時其實是一樣高的 只是這個創作者的背後 他的經驗 他的文化的背景 他的政治意識形態 他的所有的東西是長得不一樣的 那譬如說像這個展監 我們大家後面有那個吳天章的 蔣經國的五個時期 這幅畫我沒有要讓大家去看他的機理 完全是從他的創作意識 跟這個展覽要去扣合 藝術作品也當成檔案來處理 所以他其實是跟檔案呈現一個 所謂對話跟互動的關係 而不是單獨的存在 他一方面又要 所謂全面的客觀的呈現一個歷史的樣態 可是同時他又必須要有觀點在這個展覽裡面 任何人都可以對這個展覽批評 就是說你這個觀點我並不認同 可是這個是我們經過檔案蒐集以後 我們覺得可以呈現的某種方式 當然他有賴於學者專家跟所有的觀眾 自己去給他解讀 就是說當我看到這些檔案的時候 到底我的詮釋跟我的解讀到底是什麼 那也透過所有人的解讀 他才有可能變成歷史跟文化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開放性其實就是我們在講的那種 所謂當代藝術裡面非常強調的一種自由 跟當代性的一種詮釋的方法 當時有一些一樣有一些西方的影響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對西方做非常系統化 全面的認識 所以其實即使是西方 也都很像螢火蟲的光一樣 可是問題是只是一個螢火蟲的光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要腦補 那腦補的來源從哪裡來 從兩件事 一個就是內在的張力 另外一個就是朋友 就是說別人也有螢火蟲 我也有螢火蟲 大家把螢火蟲聚集起來 就很像宮崎駿的動畫 就是說螢火蟲聚集起來以後就會變得很亮 可是後來90年代之後 台灣的知識越來越完整 然後就是說各方面的詮釋越來越完整的時候 我們的知識我們的認識 反而被殖民的更加厲害 因為這幾年我們看到的檔案室的這種策展 他也共同的面對了一個困境 就是觀眾在面對這種展覽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到有它的一個障礙在 像這個展覽當中有非常多 增長了30多年以上的那些在一般的書上 或是說論文當中都看不到的第一手資料 可是對於一般觀眾來講 在看檔案它有點像 也不能這樣看檔案 有點像在滑檔案 很快的解讀了一些片段性的知識之後 然後它形成了一個自己的一個印象 然後去定位這個展覽 這有時候會對於策展來講是一個挑戰 做一個展覽 或者說一個觀眾來看一個展覽 其實我們都在做一個figure out的動作 就是說figure這個字就是 它就是一個形體 然後有點模糊 有點籠統 你必須抓出那個輪廓 80年代有一個廣告公司叫意識形態 可是那個形呢 它是沒有土字邊的 這個展覽裡面我覺得 那個土字邊反而更強 包括國家社會意識形態 是土字邊的 文化造型運動是土字邊的 檔案作品 身上看到背後的那個意識形態 或者是某一種知識被流通的狀態 這個過程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很簡單的說 就是從沒有土的形到有土的形的過程 像文宣其實嚴格來說看起來是大量印刷對不對 可是在這展覽裡面 非常多是少量印刷 就是只有一些人傳遞的 那個量很少 所以然後宣言 這個展覽一堆宣言 新電影宣言 習朗的宣言 凝聚那個90天自我閉關的藝術實驗 其實它是受到謝德慶那個一年表演計畫 他一定是看了謝德慶的某一種法律文件 或者是他的宣言 然後再來自己施作一套他的尾印 很特別的地方就是讀者投書 還有公幹展覽的那些抗議文件 包括洗廊 下面就直接PO了一個罵洗廊的 檢舉說什麼紅心的雕塑 文化角力跟某種檢舉的那種機制 廖北亞的機制 在這邊都看得到 然後另外再來就是出版品 就是書封 其實這件事情 我在黃華城那個展覽就感覺到 黃華城有一句很明的話 我覺得那個很跨領域 他有一句名言就是 到每個行業 改變每個行業 但他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幹書籍設計 在這個展覽裡面 你們會看到很多的攝影 小劇場 電影的痕跡 其實不同的時代 一定會有不同的場域 跟不同的媒介 它會去連接各個不同地方的人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種跨越 那我們今天到底是什麼樣的媒介跟場域 其實會去連接各個不一樣的人 那這個其實都是很值得 我們再進行更進一步的對話 那個中文以前的設計 我互相選有的是 そして 那這個 你 我